最後一個部分其實我編寫的很簡單 我只是在原本的彈奏基底當中加入了節奏的聲音 在第一個和弦的部分他是這樣彈奏的 1 E & 2 2 E & 2 3 E & 2 4 E & 2 一開始我們先在第一拍將我們的和弦彈出來 接著在第一拍的耳拍加入了一個tap的動作 接著第二拍在我們吉他下面側板的地方做一個小鼓的打擊 接著第二拍的M拍還有耳拍是切音以及我們的和弦 接著第三拍耳拍一樣是一個tap的動作 第四拍正拍一樣是一個小鼓的動作 接著第四拍的反拍做一個切音的動作 接著讓我們一起來彈奏一次 1 E & 2 2 E & 2 3 E & 2 4 E & 2 1 E & 2 2 E & 2 3 E & 2 4 E & 2 接著第二個和弦的彈奏是這個樣子 1 E & 2 2 E & 2 3 E & 2 4 E & 2 首先第一拍利用我們原本停留在弦面上的右手 直接做一個拨弦的動作把和弦給拨出來 接著第一拍的反拍在我們吉他的下方面板做一個tap的動作 接著第一拍的耳拍一樣在吉他下方面板的地方做一個大鼓的打擊 緊接著第二拍在吉他下方側反的地方做一個小鼓的打擊 然後第二拍的反拍還有耳拍就是我們和弦的切音然後還有半音的動作 第三拍反拍是一個tap的動作 耳拍是一個大鼓的動作 緊接著第四拍一樣做一個小鼓的打擊 最後第四拍的反拍在音孔上方的位置做一個大鼓的打擊 接著就讓我們一起來彈奏一次吧 1 E & 2 2 E & 2 3 E & 2 4 E & 2 1 E & 2 2 E & 2 3 E & 2 4 E & 2 基本上所有打擊的部分就是這些動作在重複 那麼有一個地方比較不一樣 在我們左手過門的旋律這一段當中 這個小節他的鼓也會有一個過門 那麼他是這樣打擊的 1 E & 2 2 E & 2 3 E & 2 4 E & 2 首先第一拍一樣把我們的和弦給彈出來 第一拍的反拍一樣是一個tap的動作 耳拍一樣是一個大鼓的動作 第二拍正拍一樣是一個小鼓的動作 只是在第二拍的耳拍還有耳拍的時候是兩個大鼓 接著第三拍的耳拍是一個小鼓的動作 耳拍是一個tap的動作 第三拍的耳拍是一個大鼓的動作 接著第四拍的正拍還有反拍分別是兩個小鼓的動作 接著就讓我們一起來彈奏一次吧 1 E & 2 2 E & 2 3 E & 2 4 E & 2 1 E & 2 2 E & 2 3 E & 2 4 E & 2 1 E & 2 2 E& 3 頭